好,现在我们看上一次讲的这个立体 上一次是说 有金属板 是这样子的 这个方向都是无限长 然后我们令这个叫做X轴 这个内壁 是Y轴 从这里到这里的长度是A 然后上下的高度是B 我们现在令它的边界条件 这个边界 这个金属板 V等于V0 就是说这块板跟这个并没有连在一起 当中会有一个很小的gap 好,那这个是V等于0 这边也是V等于0 这边也是V等于0 我们现在要问 在这个区域 它的potential是什么 potential 那么这个是属于边界值的问题 那我们就是用 那我们就是用 laplus equation来解 laplus equation 我们就要先把它写出来 partial平方V partial平方V partial x平方 partial平方V partial y平方 加上partial平方V partial z平方要等于0 那么这个上面的potential 它是xyz三个坐标的函数 所以你对 虽然对它做两次边位分 但是它还是有yz 这个里头还是有xz 这一项里头还是有xy 所以相当的难解 于是我们首先就看看 这个时候的potential 有没有可能仅仅是二维 或者是一维 二维就简单一点 若是一维的坐标函数 那就更简单了 于是我们就看这个 看这个里头 你要学会判断 你看这个 这个面 只要是y等于0 这是y等于0 potential就是v等于0 v等于0 那么它跟这个方向没有关系 这是z方向 但是跟这个方向有关系 因为朝这一边是v0 这一边是0 可见它跟x有关 它只是跟z无关 y一变 变到y等于b的时候 v也等于0 那么它也是跟z无关 跟x有关 所以我们说 所以我们说这个时候 它的potential potential 我们有以致条件 得知 v仅仅是x跟y坐标的函数 与z无关 然后我们就可以把这个 偏微分 把它简化 简化成为两项 partial 平方v over partial x 平方 再加上 partial平方v over partial y平方 要等于0 但是这个里头的v呢 还是xy的函数 所以这一项还是有y 这一项对y坐标为分以后 还是含有x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只有一个方法可以解 就是我们用separation of variable 就是用分离变数法 那就是link vxy 它是等于这两个函数的成绩 所以这个大x仅仅是x函数 大y仅仅是y的函数 好 于是我们把这两个带进去 带进去画简 最后我们可以画出 代入 拉式方程 得 得这两个 为分方程 然后另外一个是这个 那我们就要解这两个为分方程 这两个为分方程呢 它们之间有这样的关系 kx平方 加ky平方 要等于0 那我们就解这个 我们解这个方程 我们现在 一个一个来解 那你解这个为分方程 跟kx平方的只有 密切的关系 它到底是正的还是负的 影响它的结果 于是我们就看这个地方 现在看这个方向了 这个方向的potential 你看这个地方是v0 然后这里变成v等于0 那我们知道 你离这个v等于v0的plate 你越远的话 电位就越衰减 所以它的值呢 是从v0一路衰减到v等于0 所以它是一种衰减的函数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是 我们就要令 它是等于负k平方 我们确定它是衰减的 衰减的这个函数值 它的solution就应该 这里是一个负的 好 那么带进去呢 它就变成这样子 这是写错了 这个负的 好 这样的一个linear differential equation 我们知道它的solution呢 就是这样子 x x 要等于a1 exponential kx 再加上b1 exponential负kx 要注意它这个 exponential的这个次方啊 是real 它不是imaginary 好 那么解除这个以后啊 我们就解另外一个 它一共两个嘛 平方y dy平方 来加上 k y 平方 你看这里是v0 它一路衰减 衰减 衰减 这个当中都不是0 只有这里才是0 所以0 跟这个0之间 有一个变大的值 起码有一个 起码有变大的值 因此呢 它是一个 不是衰减曲线 它是一个震荡的曲线 它有大 可能又有小 你现在没有办法确定说 它就一路大上去 然后再衰减 它可能上去 又变大 又变小 又变大 又变小 可能是一个sine 或者是cosine的函数 所以这个时候呢 ky平方 就必须是正的值 正的值 那么 也就是说 它必须是正的 那么我们由这个条件 也可以知道 因为这两个加起来是0 那我们说ky平方 要等于负kx平方 而kx平方是负k平方 所以它就是正的k平方 OK 那么 我们写一下 因为kx平方 好 把这个带进去 这个微分方程就变成 加上k平方 好 这种的函数啊 它就是一个sine cosine 或者是exponential exponential这个上面是虚数 虚数的话 我们就可以画成sine跟cosine 好 那我们就说 它的解 y 要等于a 2 sine ky 再加上b2 cosine ky 然后现在我们就把这两个 x跟y x之 这个 跟这个 带入 带入这个式子 带入这个式子 OK 我们把这个写成1好了 这个是2 这个是3 好 好 我们把2 3 4 带入1式 那我们就解除 v xy 它是等于 那个括弧 乘上这个括弧 所以它是等于a1 exponential kx 再加上b1 exponential 负kx 好 乘上 乘上 a2 sine ky 再加上b2 cos ky 那现在我们有好几个 常数要决定 a1 b1 a2 b2 还有这个k 到底是什么 这几个常数需要 决定 这个常数要决定 要靠什么呢 靠边界条件 靠边界条件 那么我们首先由 这个边界条件 我们由 就是说 当y等于0的时候 就是下面那个底 x不管是哪里 就是下面这个底 x不管在哪里 potential都是0 对不对 好 这个时候我们就看这里 y等于0 你看这个x x是任意值 所以它不可能这一项等于0 v等于0的话 不可能是这一项等于0 那么是什么等于0呢 它可能是这一个 这个地方的话 y要等于0 y等于0这个就没有了 那只有cosky 如果这个要等于0的话 那就是cosky等于0 对不对 不是 cosy等于0 cosk0是1 那就剩下b2 那这一项要0 那这一项要0 那就一定是b2等于0 所以我们从这里 就可以得到说 b2要等于0 我们决定了一个 好 决定完这个 以后那就是 这个没有了 现在只剩下这一项 那我们就可以把vx 改写一下 它现在就是变成 a1 exponential kx 再加上b1 exponential 负kx 乘上a2 sine ky 好 那我们再化解一下 a2乘进去 a1乘a2 还是个常数 b1乘a2 也是一个常数 我们就用另外的常数 来代替 那我们就把它 再就用a代替好了 a就等于a1乘a2 exponential kx b1乘a2 我们就用b这个常数来代表 这是a2乘进去 那么 sine ky 还在啊 还在 好 现在我们再apply一个 边界条件 比如说我们现在 用上底 我们现在用这个 刚刚是这个 看看a1 ok我们现在看看 v 的a1 x等于a x等于a在这里 用这个 这个 x等于a是这个面 y呢 当然是介于这个之间 不管你是哪一个位置 potential都是0 那 我们就 把这个条件带进去 这个y是介于0跟b之间 好 那你就把这个a x等于a带进去 x等于a带进去 这个不一定是0啊 好 那一定是 这一项等于0 k sine kb sine kb 要等于0 那这个时候 我们就说 sine kb 要等于0 好 sine kb等于0 那就是 kb 必须要等于 0 npi 0 pi 它可以等于0 pi 2pi 3pi 但是啊 这个也不是0 这个也不是0的话 你就不是0哦 那只有等于什么 pi 2pi 3pi 好 那这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把它写成 我看是用m 还是用n 等一下 啊 我写错了 这个 就写错了 k y 这是y 等等 我刚刚看错了 这个要等于0 这个等于0的话 我们说你这个 这个是一个常数了 这是一个常数 那这个k y 等于0的话呢 不是 k y啊 因为我们看这个 y呢 是一个任意值 它介于b跟0之间 0之间 y等于0 它是0 y等于b呢 它也可以是0 但是y等于当中任意值 它不见得是0啊 所以这个并不是很等于0 这个式子是很等的意思 哈 这个是很等的意思 很等 哈 好 那么 一定要0的话呢 那可能就是要从这个哈 这是k a 这是-k a 这两个是定值 它不会变的 我刚刚说错了 是这个要等于0 是这个要等于0 那于是啊 那么也就是说 v的a y 它必须是等于 等于0 那我们就说 这个时候呢 它是这一项要等于0 exponential k a 加上 exponential 这个 这个 常数项 让它等于0了 哈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解出这个 b值 b值就等于 负a 负a exponential k a 次方 exponential 负 k a 次方 哈 哈 那我们就 等于 少掉一个位置数 哈 B可以用a来换 那就是又少掉一个 呃 位置数 因此呢 我们现在再把 这个函数 写一下 哈 我们把 现在这两项都是 a跟b b也变成a了 那我就可以把a 拿出来啊 里头是k x 减掉b b用这个带哈 哈 b 里头的a 提出来哈 哈 里面呢 就是exponential k a 次方 exponential 负 k a 次方 哈 负k a 次方哈 呃 再乘上一个 exponential 负k x 哈 好 外面这个还在 哈 外面这个哈 哈 我们这个外面 有一项这个 这个还在哈 哈 我们就把这个 用a来表示 哈 整个式子就变成 这个样子 这样以后呢 我们再把它 画减一下 可以画成这样子 a 里头呢 我们提出一个 exponential 负k a 次方 这个 分母这个 提出来 负k a 次方 提出来 好 你看这里面呢 提出一个负的 分子要乘一个负的 啊 啊 啊 他跟他 合并以后呢 就变成 k 的 x 减 a 那这一项呢 就把这两个合并 这两个合并 哈 他就是 减的 exponential 负k x x 减a 乘上 sin k y 好 现在我们把这个 exponential的 这是 十数的次方 我们用 双曲线函数来表示 啊 这个括弧用双曲线函数表示 就不会有这么 两项啊 就可以画成 一项东西 啊 就变成 2a 我昨天又把那个公式写给各位哈 前 上一堂课 它可以变成 hyperbolic k 乘x减a 哈 这个 就是这个 括弧 外面有个2哈 两倍 然后乘上一个 sin ky 这个还在 哈 好 那么这个是一个常数了 a是常数 ka 四方也是常数 于是我们就把这个 整个这个常数啊 换成一个c好了 哈 hyperbolic 然后乘上 sine ky 好 我们第二个边界带进去啊 那potential的函数就变成这样子 我们再带 现在 它还有常数啊 位置数啊 c跟k不知道啊 对不对 我们再用边界条件 好 再由 边界条件 vxb 等于0 就是说 y等于b是这个 刚刚用这个 用完这个 再用完这个 再用这个 y等于b的时候 x 在0跟a之间都是0 好 我们带到这个里头去 好 带到这里头去 y是变成b哦 x呢 是可以变的 它是从 0到a啊 所以 既然可以变 它可能啊 比如说 x等于a 带进去 它是0啊 但是x不等于a带进去 它不见得是0啊 对不对 所以说 这个是横等于0 这边界条件就是横等于 这个是横等于0的意思哦 那就是说你这个 不是横等于0 x为任意子 不是横等于0 c也不能再等于0 c等于0什么都没有了 那只有什么 kb sin kb要等于0 这个时候我们就说 它是sin kb等于0 sin kb等于0的话呢 我们就知道 kb 是等于 我看是用n 用n 用nπ 那么我们就解出来 k呢 它是等于 nπ 那这个n是等于 12 3456 不可以等于0啊 因为这个没有一个是0啊 成起来不会是0啊 那我们就把k决定了 最后就剩下一个c 最后剩一个c 那我们把这个带进去以后呢 把potential 再写一遍 所以我们说v 等于等于我们再来加一个n 它是等于c hyperbolic sine k我们有nπ overb 就是x-a 然后是sine nπ overby 我们知道你这个n值 有好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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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 你用每一个n值就有一个k值 因此这个k是跟n怎么样 有关系啊 有关系啊 所以呢 我们其实可以在这里加一个n k1就是这个等于1的时候 k2就是当n等于2的时候 那所以这个v呢 也跟这个n有关系了 所以我们这里要加一个n c也是有关系 c ok 你用一个值的时候 那么 这个 c 也 跟n等于另外的一个值不一样 他也就是说 这个时候v跟c都是n的一个函数 好 我们就得到这个结果 得到这个结果以后啊 我们还有边界条件呢 对不对 好 我们说这个 这个结已经满足了这三个边界哦 满足这三个条件 我们说这一结 这个solution 可满足 边界条件 v vx0等于0 然后v ay等于0 以及vxb等于0 可以满足这三个 但是啊 但是啊 有一个不能满足啊 但 不能满足 v0 y等于v0 你把这个 x等于0 带进去 y是任意值 但是y是在0跟b之间 带进去啊 他 没有说这可以等于v0啊 没有啊 ok 而且y又是任意值 每给一个y呢 这个值就不一样 你没有办法说 这个 等于 单一的一个值 没有办法做到 好 我们说 只有 这一个是 这个只是代表一个哦 n等于1 是一个 n等于2 是一个 n等于3 是一个 但是啊 我们说 如果有好多组 这个n不同的 这个组 把它加起来 它可以达到 这个条件 ok 我们现在 这个不能满足 但是我们呢 我们现在就另 我去另外写 这个就太窄了 单单单一个这个值 一个 一个值不行了 那我们就另 它是 好多好多个值 值合 我们另 你单单一个不行 但是我把这个 好多好多个n 所组成的这个 这一组的值啊 加起来 它可以满足 另这个 可满足 v0 y等于0 可以满足 那现在我们就是要问啊 你这个n 是哪一些值啊 是135 还是246 还是某一些特别的值啊 或者157啊 等等啊 那我们就要求这个 cn的值啊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 求cn的值啊 怎么求呢 你既然说 它能够满足这个条件 那我把这个条件 带进去 那个式子就要等于0啊 对不对 所以 我们就把 这个带进去 就是v 0 y的时候 这个是等于n 从1到无穷大 cn hyperbolic sin npi overb x x是0啊 0的话 那就是负的了 我把这个地方 我把这个地方 负后 写在这里 sine hyperbolic n pi b 乘a a 原来是负的 这个是0 都是负的 负的就拿到前面去了 然后乘上sine n pi by 不是 这个我写错了 这不是等于0 这是等于v0 v0 等于v0 所以这个要等于v0呢 这个要等于v0呢 好 那我们现在 过这个地方 我们把这个 这个限制写一下 这个时候y呢 是介于 0 跟b之间 y不是任意函数 它是0跟b之间的任意值 好 那现在要解这个cn 这个是我第一堂课就告诉过你 第一次解这个就告诉过你 这个要记起来 你要怎么做 如果它是sinecosine的函数呢 它是sinenpi b 分之y 那我们就写 就乘一个mpi m也是12345 乘一个mpi 于是 我们就把这一边 这一边 n等于1到无穷大 乘上一个sine的mpi b分之y 然后再积分 对y来积分 从0到b积分 这就变成cn 这就变成cn sine hyperbolic 我们加个括弧好了 然后说sine 原来这一下mpi overby 再乘一个sine mpi overby overby by dy y y从0到b的积分 你这里乘一个 这一项 你这边也要乘啊 所以它就是等于v0 乘上sine mpi mpi overby by dy 0到b ok 这有个v0 v0在这有了 好 这两边要相等啊 相等我们就一个一个来算嘛 这个时候我们就 我们说像这个词啊 这是常数了 我们可以提出来 你积分就是积这个东西嘛 这个东西我说过 你们回去一定要自己积一下 sine npi 以后你们近代物理还是要用到 所以你一定要自己积哦 从0到b 好 这个值啊 有两组值 一个就是等于0 当这个m 不等于n的时候 一个是等于二分之b 当m 等于n的时候 ok 这边我们就有这个值了 好 m不等于n 好 那这个时候呢 你就是n 如果 如果n 这个m是12345 我先用1带进去 好 n等于1存在 n等于2就没有了 只有一项n等于1 当我m等于2的时候呢 那只有啊 只有n等于2存在 1不存在 n等于3也不存在 456都不存在 好 所以最后就剩下 只有一项东西 好 那么 这是左边的 右边的呢 你也去积分看看 它积出来的结果是这样的 v0 sine mπ overb 乘上y 0到b dy 这个要等于什么呢 也有两个值 一个就是等于0 当m为偶数的时候 那 如果m等于基数的话呢 它是这个值 m为基数 于是 我们这边 可以基出来 这边也可以基出来 这边基出来呢 就只有一项 n等于m 就这个 只有 在哪里 只有这个 只有这个存在 所以这个就变成 负的 C n 二分之 b sine hyperbolics 因为 你这一项 这一项只有当 n等于m的时候 存在啊 n等于m就是 就是 这个 这个提出来了 这个整个东西提出来了 这个东西 积分就变成 二分之b了 所以说 是 负的cn 乘上这个 乘二分之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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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负cn 负的cm 乘上 二分之b 要等于 不是 这个是 应该这样讲 我们把这个提出来 这个积分呢 是 这个积分是二分之b 那这个只有一项了 cm才存在啊 n不等于m 通通 通通不存在了 所以我们就是 等于啊 这个提出来 这个提出来 后面那个积分就是二分之b啊 二分之b啊 要等于右边的 右边只有这个存在 就是二bv0 overmn 现在这个n啊 要变成m n一定要变成m n等于m才存在 n不等于m 通通不见了 通通是为0了 而且现在这个m 必须是什么 奇数 ok m为奇数啊 要注意m 为奇数 好 那我们就 解出 cm 要等于负的 mπ hyperbolic hyperbolic mπ overbA 四倍的v0 好 m是奇数 13579等等 如果是偶数呢 就是0 m m等于 2 4 6 等等 cm 就是0 那 cm 解出来了 c 解出来了 我们就可以 带到原来的这个式子里面去 带到原来这个 带到这个式子 带到这个式子里面来 就等于把这一题啊 解出来了 我们把这个最后的结果写出来 所以 最后的结果呢 vxy y 要等于 这个值 cn 负的 然后π 这个π呢 是常数 这个m 跟这个m 它要带到这个里头去 那边的m就是 13579 n要等于m 所以13579 我们通常你可以这么写 m等于odd number odd number 好 好 这里是 sine mπ over b x gna 好 这里m hyperbolic sine mπ mπ over b 乘上a 然后这个是sine mπ over a over b y 你把这个m 写成n也可以 因为反正它现在就代表13579 对不对 你写n它也是13579 都没有关系 你把这个m 这个写n 或者m 你这里写n 这个通通变n 这写m 这通通是m 不过这个 y值跟x值 它有一定的范围 那我们说这个范围是 x是介于 这个之间 y呢 是介于这个之间 ok 这就解出来了 你回去一定要 一定要彻底把它 弄懂 懂是第一个要件 不能用背的 你也没办法背 我跟你讲 这个题目你不懂也不行 让你背不出来 所以你回去 拼了命也要把它弄懂 哈 好